朋友说这是那个心灵鸡汤主播吗 说的对了一半 咱们不仅会熬心灵的鸡汤 我还会真的熬真的鸡汤 有利于身体健康 也有利于你的心情愉快 懂很多道理 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但是不懂那些道理 是一点都过不好 咱虽然没有过好 但至少懂 人总说容易会喜欢讲鸡汤 你不相信的东西它就是鸡汤 或者你从来没有体会过 你也没有按照自己的价值观 去做过的事情 它就是鸡汤 因为它太美好了 而且不真实 但一旦你要真的 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坚持 并且做出成绩之后 你发现那不是鸡汤 那是人生的信条 那个叫价值观 人生的终点都是价值观 你的成功就是按自己的价值观 过这一生 有东西回答说 你讲心灵鸡汤你怎么看 我说如果你不相信 而且你从未把它应允实践的话 它就是鸡汤 但是如果你真的 把它应允实践生活 比如说你持续的去读书 丰富自己的认知 然后Fixshare有句话叫做 内心能够怀有两种 完全截然相反的 这种观念的人 才可能是拥有真正智慧的人 就是你认识到极黑和极白 你可能能选出你自己的选择 你认识到极善和极恶 你可能才知道什么是正常 你知道极对和极错 你可能才能知道 什么叫合理